大家好,我是卡姐 今天如常約了朋友來這間在市中心的咖啡店喝咖啡 其實這間咖啡店我曾經在我的視頻撰過去的Cappuccino做得很好 但是現在令我大失所望 或者真的不會再經常來 我剛才看到片頭的兩杯Cappuccino 簡直的奶泡是扔上去的 我覺得已經是很不好的感覺 但是它的餅和甜點都是做得不錯的 所以有時候問題出在哪裏呢? 或者是培訓的員工未到位 例如這樣做出來的一杯咖啡 收成六、七元一杯的Cappuccino 我覺得就不值得 那種感覺好不好 你如果是不懂得做的 那你就不要建造這個項目出來 你做就要做得好好的 下不為例 令到我的感覺好像喝了一杯不知道什麼 我出得來喝咖啡 就是追求那種咖啡品質的極致 就算你做不到100分也好 你打那個花拉得不好也好 但是你不是這樣一劈的奶泡放在面上 這是一個好不好的體驗 下不為例 或者是我要轉場了 那跟朋友聊起 我朋友就說 其實在溫哥華 現在的消費物價這麼高 找工作都不容易 現在找工作都是服務性行業 人工都不是太高的 就是我們這些退休人士 平常來聊天 都是聊聊這些事事 聊聊自己城市裡面的一些事 其他的事我們都不會講的了 講開服務性行業 其實有很大部分的服務性行業 也都不是那麼容易請到人 自從在十年前 我們幫Math in Law 請一個專職的住家工人之後 我們對這個護工 或者是住家工人 這個行業 就比較多些了解 因為我們除了是要請一個 正職的工人姐姐之外 我們也都要請多一兩個人 就是兼職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工人姐姐是 受加拿大的勞工法例 他們每天上班是八個小時 而每一週的工作時間是四十個小時 就是每一日八個小時 而且是週休兩天的 這個就是我們簽約的時候 大家都很明瞭 我們也都非常嚴格去遵守這個規例 因為任何勞工的糾紛 都會罵到上法庭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盡量遵守這個規定 其餘那兩天 我們都要找一些兼職的工人姐姐 我現在這樣去計算 其實這個行業是去找 無論你兼職也好 存職也好 住家也好 那些工人姐姐 是不容易找的 你就算拿到錢出來 所以我認為勞工的那個馬劇 做護工這一部分 是人手很緊缺的 有些人會是因為身份的問題 他們會是希望去到一些護理中心 或者是一些老人院去做一些員工 做一些護工 那他們覺得 就有一間大公司可以幫他們 就日後去搞一個移民 說老實 我們用開那個工人姐姐 照顧老人家的那個 其實也是因為我們的擔保 她是非常之盡職盡責 今時今日 其實她都已經是拿了好幾年 拿了個PR 可能再過一兩年 她已經是成為加拿大公民 她也是非常之盡責 也是很honest 在mother-in-law的家裡去照顧她 我們先算一算 其實這些服務性行業 都屬於他們的人工待遇 分分鐘是給你在外面 超市做售貨員 或者是做一些零售業的人的薪水 最basic都高2.5倍以上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你現在請一個住家工人 工人的工資已經差不多去到 4800至5800 大概這樣了 住家工人的待遇 也規定你必須有一間套房給她 她自己有一個獨立的洗手間 洗手間裡 無論你是有浴缸 或者是淋浴 她獨立的洗手間 這些是必要標配的寫明的 還有她是要有一份工的保險 一些保險你也要跟她買足 她也有新假期的 至於僱主是否要提供那個膳食呢? 是的,要提供給那個住家工人的膳食 當然啦 她也自己可以煮食 因為呢 Math-in-law那間屋是非常大的 她以前就是住在卑士文 但是現在呢 就要多些時間陪老人家 她就搬了上 在三樓那裡 就給了一個套房她住了 因為呢 如果是晚上要照顧Math-in-law 去一下廁所或者喝一口水 她都很方便過來看看 當然啦 家裏也是 Math-in-law的睡房 都安裝了一些救命鐘的東西 一切的設施和家居的裝修 早在二十多年前已經是按照一個很標準 很高級的老人院的設施去裝修 所以呢 如果那個工人姐姐 她自己要煮一些食物 當然她可以自己買的 那她就會在一個Basement那裡 或者是在一個花園的泳池旁邊 那裡都有一些路頭可以給她煮食的 那她可能要煮一些她自己家鄉的食物 但是呢 就不希望她在室內的廚房那裡來做了 因為那些油煙呢 會影響老人家的那個呼吸道 所以呢 她就會在外面的花園那個爐那裡煮食 我們都是有Gas的爐在那裡的 也都有一個做Pizza的爐在那裡的 Basement呢 有些電磁爐在那裡的 他們都可以來煮食的 多數我過到去 帶Matha Enoch出來去喝東西 特別喝一些鷹式的下午茶 我們都會是帶著那個姐姐一起出來 那就任她點的 晚餐有時候吃飯 或者家裡的gadening 我們都是以吃西餐為主的 因為Matha Enoch是英國裔的加拿大人 都是照著西餐的模式 那些都是一些看餐牌叫送的 每人一份的 都是給這個姐姐自己去點餐的 那你七除八扣呢 她的人工分分鐘是 計算住、計算吃的 當然不是每一餐都供應給她 因為她週休兩天 那兩天的飯餐 她就多數在外面吃的了 或者是她約了姐妹去聚餐 那些也是她們自己吃的 那一筆費用是她們自己去點餐的 我們方便的話 都會在她休息的時候 順路 車車她或者是接一接她 這些她也是省了交通費 基本上她是沒有什麼花費的 那一份人工呢 可以說 就真的分分鐘去到 八、九千元的了 大家都知道 目前溫哥華的生活水準 如果你說出去打一份工 隨稅後 可能你當你三四千元 那你要租屋呢 是不是 你又要善食呢 那那筆費用支出都很大的 那你如果一個在超市做收銀 或者是在零售業上 售貨員那份人工呢 隨稅之後 實質到手的那份錢呢 真的分分鐘是低於做住家工人的那份人工 是很多很多的 所以我們也都計出了 說分分鐘是高出2.5倍的 雖然說做住家工人 她的責任也都很重 也都是很單一 可能有時候都很寂寞 但是她的收入呢 她都是贏你一大月的 做這些工人姐姐 包食住和一份高薪水 雖然說是這樣 但是講開在溫哥華 有沒有本地人願意做呢 我相信就很少很少了 因為現在那些我不敢說 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過來的移民呢 真是身家也好 知識水準也好 她是未至於要做這份工的 就是港路神 我們這個姐姐呢 也都在菲律賓 有一個註冊護士的牌子 也都是我們千挑萬選 一定要有一個 最Basic的醫療知識基礎的人 過來照顧老人家 當然她的人工 就比那些 只是過來做家務 或者醜BB那些 就高一些的 因為她有個專業知識 你看她的人工 包食包住 其實呢 吃的東西 我們一般都已經 買齊在家裡了 雞蛋牛奶 麵包 水果 這些真的 擺滿了雪櫃 那當然了 你要吃一些很特色的 你自己家鄉的食物 就是要她自己做 自己買了 另外一個比較高人工 又是有一個行業 就是培餘 培餘就是照顧一些產婦 和一些生生的嬰兒 他們培餘人工 一個月這樣計 八千至一萬 如果你要請一個 很有資歷的 也都經驗老到的 專業培餘呢 分分鐘是萬五至兩萬元的 我這裏是計加幣 因為我現在是在加拿大 是說加拿大的情況 就知道是全部是以加幣來計算的 分分鐘有時在本地 是請不到一個專業的培餘的 很多時候那些人呢 就是去香港那邊請 這樣請回來 過來照顧一些產婦 認識一位由南京移民過來的一個太太 她的媳婦呢 在去年就生了一對嬰兒 那她預先呢 亦都是請定那個培餘 那個培餘 開頭呢 就說了一萬元 後來聽見她的嬰兒 就要收到她一萬七千元一個月了 當然啦 做培餘那份呢 就很辛苦了 那你可能晚頭夜 或者你要照顧嬰兒 讓產婦好好休息 又要懂得去煮一些補品啊 湯水啊 我相信那份工她拿得一萬元 當然也是包食住的 因為她培餘 煮飯的時候 一定是煮了她自己那份的 都是在僱主家裡吃 都是要給她一間房 就算你不是給她一間房 你都可以叫她 躺在嬰兒房那裡 鋪一張床給她 即是嬰兒醒啦 餵奶啦 換片啦 那她第一時間呢 她就可以照顧到嬰兒的 那還有一行呢 就是護工啦 去醫院照顧一些病人 這一行呢 也都非常非常難請人的 有很多人問我們 啊你們那個高雲姐姐這麼好 怎麼請的 我們當時呢就是向一些西人的僱傭公司那裡去選擇 去請的 也都試了幾個 試到自己滿意為止的 現在我們的關係是很好啊 當她是自己家裡一員 那她也都很有歸屬感的 很多時候我們說 買了機票回去探探你家人 如果不是有什麼重要事呢 她都會留在加拿大照顧老人家的 好似在COVID的時間呢 她都非常非常小心謹慎 到處都不去 只是照顧老人家 她也都知道 如果她去一些地方去感染了 回來傳了給老人家 那也是一個很大的責任 那她的心裡面都過意不去 所以呢 她也都是陪著老人家 足不出戶那些 那當然啦 我們有花園 我們有泳池 那家裡是很大的 媽的嫣娜家 那她都可以在這些地方那裡 活動一下玩一下 休息兩天 她看一看書啊 聽一看音樂啊 她週休兩天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請替工了 講老實說 真的有時候請到 有時候請不到 那些替工呢 也都是通過 姐姐啊 或者是僱傭公司 都推薦給我們 有一些她本身是過來 做一些住家工人 但是可能她做一些 比較不是那麼困身啊 比較輕便一些的工作 也都希望 賺多一個錢 寄回她們的家鄉 所以她們提出來 休息一兩天都希望 找到一份替工來做 有時候她們多數都是找到 去上門做清潔的那些兼職 我們就很幸運 有時候就請到這些兼職 那兩天呢 就日頭就要請兼職 如果請不到的時候 然後呢 阿卡姐呢 就是大兼職了 大集工兼大兼職了 要做我一份了 所以呢 有時候 很想抽個時間回美國 有時候真是找不到 合適的替工的時候 都真是走不離腳的 因為始終 家裡的老人家 是我們現在的家人 那不可以說 調以輕心 而且她也都年事已高 儘管她吃東西啊 意識啊 各方面都是很正常 走路都ok的 當然走得遠呢 就要是給她一個輪椅去坐 這樣的情況之下 全職住家的工人姐姐呢 她就算是休息那兩天 日頭出了街都好 那我們多數我過去呢 我都會載一載她 由西溫的山上呢 就落到去 比較容易 坐到車的 Park Loyal那邊 那樣Park Loyal那邊 都很多巴士站 去溫哥華 甚至去列治民 她可以去探訪她自己的朋友 但是呢 她也都很盡責的 她會在天黑之前呢 她就會回到西溫的了 如果下大雪的時候 我相信她都不會說下來了 因為真的 在西溫的山上的交通 巴士呢 很稀疏的 分分鐘呢 等一兩個小時 那她多數在家裡的時候呢 她都會是盡職盡責 去幫忙照顧 Mother in law 即她都不是太計較 當然啦 這些事情呢 就是雇主和雇員之間的一個默契 她懂得做 我們當然也懂得做的了 在她生日呀 過年過節呀 我們封的禮事那裡呢 就已經是表達我們的一個謝意啦 那大家都很懂得做的 那還有一種呢 就是去醫院 照顧一些急病呀 或者重病的病人那些護工呢 也都是很難請的 很多時候 庫庸公司呢 都會是在中國聘請一些 海外保母的勞工過來 簽了合約的 有時候都未必說找得到的 因為有時候人病起來 是神時貌時的嘛 你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有病的嘛 那所以呢 那種呢 就多數呢 就是去醫院那裡 就是照顧那個病人啦 還有一些呢 就是很多人 她的父母呢 就已經年事已高了 或者也都知道 她是日務多的時候呢 做子女呢 就很孝心的 就算老人家住在老人院也好 那些子女呢 都額外去找一個護工 那個護工其實主要呢 就是在她那個老人院那間房那裡 那裡呢 就鋪了一張床 陪著 但是你說 老人家要換片啊 吃藥啊 餵飯那些呢 就不需要她做的 因為那些她是交了錢給老人院的嘛 老人院呢 就是照顧那一部分 請回來的私人護工呢 早上就陪著那個老人家 到晚頭那一間呢 就主要是照顧啊 看一下那個老人家有些什麼需要啊 那如果她需要睡覺呢 都可以開床 休息的 一般來說那些老人院的人手呢 就不是那麼足的 所以有很多做子女的呢 就寧願自己出錢 請多一個護工 進去老人院 這樣就來陪那個老人家 看著那個老人家 但是疫情之後 這個規定有沒有改變呢 還給不給有這些的私家護工 可以進去服務 做這些工作呢 就不知道了 這些呢 就很多做子女呢 就令到自己安心 就花多少少錢呢 就請一個這樣的人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多數得很短暫的而已 可能那個老人家 已經是得了末期的那些 她都是得了幾個月而已 那幾個月呢 那些子女呢 就盡效了 那就會請兩家 就十二個宗一家的 兩家 那十二個宗一家呢 就請兩家 就二十四小時這樣 就是接駁住這樣來照顧的 很多人就說 這些工有多少錢呢 那這些工差不多是去到 三十五元至四十五元一個宗的 如果她要收現金也好 收支票也好 那你就要跟她商量 就算個鐘來算了 那你十二個鐘來 當一家 那你就算了 你當它四十塊也好 四十五塊也好 那你就照算了 那個人工呢 是分分鐘 跟在加拿大的正式 在醫院工作的 加拿大註冊護士那個 起身點呢 是一樣的 因為在加拿大護士的 起身點呢 是四十元一個小時的嘛 那這些呢 分分鐘呢 亦都可以去到四十至四十五元一個小時的 講到說 晚頭夜 她只是開張床在旁邊 是培訓的而已 即是在旁邊觀察著老人家 那如果老人家睡 她都睡 是啊 但是這些工 你也都不容易聘得到回來的 有時候給錢呢 真的都是難聘的 因為 我現在這個年紀 我這一體人 相信有很多的 我們這種年紀的人的父母 很多都有這些狀況 是需要請護工 去 take care 的了 所以我們都是 大家都有 聊天 講開 我們就說 怎樣去請 怎樣去給那個錢 現在的價錢幾多 那大家都是很清楚的 那很多人又覺得 不要理他了 交給老人院就算了 他那裡有工人 有護工 半夜值班的而已 那是而已 是不是 那如果你說 當了那個是自己的媽媽的 就是這樣 同父母的緣分 是有今生無來世的 在他們最後的歲月裡面 自己真是去盡孝 就好過說 人走了之後 花多少錢 做什麼儀式 都是假的 最緊要就是 父母在生的時候盡孝 冠冕堂皇的說話 就講都無謂 拿個燒豬去拜都沒有用的 他在那裡付出的 就只是陪伴 付出的 就是盡力而為 提供一些金錢上面 去找一些人 去照顧老人家 令到他安心 令到他比較舒服些 這一點就是 做子女對父母的 最後的孝心的了 怎樣去計較 我有時見到 很多那些兄弟姊妹 因為這些 國人要出這些錢 就互相推傲 或者是互推責任 宜得極 推了他去老人院 沒眼看了 有空就去瞄瞄他 買兩個金 買兩個橙去看看他 沒空就不去 嘩 他現在去老人院 一天都乾了 我可以打牌 我可以去旅行 可以郵輪 其實什麼人都有的 很難去說這件事 我也不是說 站在一個道德高點 去評價任何人 只不過我自己 做回自己的一種本分 來講 Mother in law 自己盡這麼大 責任深 應不應該呢 其實是應該的 你當他是自己的媽媽一樣 你就覺得是應該的 當然我也自己有父母 但是未輪到做這一部分的時候 就真的要看看 誰先要照顧 那就去盡量去做 對自己的本分 婆媳的關係和緣分 是很奇妙的 因為那個是屬於半生緣 一半的時間是跟他相處的 你可能由一個陌生人 因為你要嫁入這個門口 就成為了家人之後 慢慢幾十年來培養那種感情 細水長流那種家人那種親情 不是說天然隻雨可以度得盡的 能夠自己盡力就做 而且你每一個步驟 子女是看在眼內的 你怎樣去對家裡的長輩 他們也都是看在眼內的 那你希望自己的兒女將來 就算未必做到自己這樣付出的一百分也好 他們也都是看到你的身教研究 就不要說那個老爺 就不要說那個老爺 說他沒有眼睛就很煩 一人家又這樣 一人家又這樣 那怎麼搞呢 這樣 他每天都會長大 又不會吃飯 拿匙羹 到自己可以吃到飯 自己可以去洗手間 但是老人家 他是反過來的 他是由各樣各樣都很精明的人 到了最後 他自己都力不從心 都做不到的 曾經有網友留言跟我說 琦姐可不可以說一下婆式關係 是啊 我都準備找個機會來 說說婆式關係 這種關係是非常之微妙 也都是要講究一些相處的藝術 當然沒有人生出來就懂得做人媳婦 或者你做了人媳婦一段時間之後 又有別人的女兒來做你的媳婦 那其實你應該怎麼做呢 在你的前半生 和你的mother in love的相處裡面 你學到多少東西 也都是感受到多少 在婚姻的歲月裡面 去和另一半的家人去相處 怎樣相處得好 怎樣去和諧 怎樣去包容相處 到了學會了這種關係的相處 很快就去幾個兒子又長大了 又陸陸陸陸去娶媳婦了 這個時候 很多東西你就會是張心比己 你會站在媳婦的位置去看這個相處 這個模式 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 當然我都是在一邊這樣學著來做 是得益不少的 你說講開現在的護工 怎樣去找到一些固定 或者是身水高的工作 我又拉開講講老人家這一部分 有很多人就說 琦姐你很長氣 你很囉嗦 其實我的節目 主要都是以聊天為主 你說其實煮飯 去分享一些美食 都是有時候拉著拉著 都是講開一些生活的分享 我主要都是講一些家庭倫理 或者是自己對這個城市的一些感受 我都會是以這個來為主 所以你說如果真是看琦姐煮菜 可能你就會有一點失望 我煮的中餐就是鬼婆煮中餐 說實話 這個是我爸爸封給我的一個封號 我煮到已經很厲害 還有煮食這件事各司各法 例如好像午餐肉煎一煎 我都知道是會很香很香的 但是我不想再有這麼多油份去煎一煎它 煎一煎一定是 怎樣都要加少許油 那它本身午餐肉呢 它的脂肪含量都很高 所以在健康著想 我就不煎它了 其實你說我知不知道煎它 是好吃一點 當然好吃一點 炸午餐肉更好吃 惡惡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我年輕時就有吃過 簡直是放進炸爐裡炸的 午餐肉真的很好吃的 非常之好吃的 但是年紀大的時候 很多東西你就以健康為主 年輕人就無所謂 年輕人可以做這個煎午餐肉的步驟 是比較香的確實 煮菜各司各法 當然我也知道是這樣好吃 但是這個是我自己煮食的方法 或者我不是說叫大家是這樣做 我是在做過節目的期間 跟大家分享 聊天的 大家都應該看開啟姐的視頻 也都知道我很多時候就說 我現在是開車的時間跟大家聊天 我現在煮飯的時候 也都利用這段時間跟大家聊天 我就沒有說我在這個視頻裡去教大家煮什麼 我一直都說我沒有什麼資格去教人 吃東西的東西也都是各人的口味 我又說回剛剛那個主題 我朋友就說 現在真的請人比較難 我說是難的 他說怎麼請呢 你都是上網去找一些僱傭公司 或者是請保姆中文的平台去找 但是你找呢你都要試工 當然我們給得起這個 都不是說便宜的人工出來的時候 我們當然對那個 照顧老人家的護工 我們是有要求的 當然這個要求就是跟他講明 你做得到 那你就可以接這份工 如果你說你自己都沒有打握去接這份工 那你又可以去找過 要他懂英文 那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有個語言溝通 那你說我不會講英文的 你可能就只是接一些中國人的家庭去做 每一份工作都是付出都是很辛苦的 拿這麼高的薪金 那其實他們真的做得到這份工 是值得要給的 那所以就是現在都很難請 好了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談吧